小维和公主那个角色 两次的换皮和换心 是这个电影的戏的核心 来 喝下去 你就像做里长吗 两次换皮一次换心 跟今天的整容是 有一种暗示之处 这个皮相 心相这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时髦的画 我们的包装方式呢 又不是那么直白地去讨论现代的价值 所以它的作用会是 男人眼里只有女人的皮相 或许不是那样的男人 我们在水下换皮 它的难度可以说在华语电影里面 从来没有 因为这个也是超过 华语电影的基础水平 光是那个人皮到 应该是什么质感 多厚 多大 在水里到底透度多大 有多人漂浮 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看看谁的事 我就是这个过程 按照海洛坡的标准去做 我们差不多做了 七组还是八组 不同尺寸 不同质地 不同的皮 就这个皮的脖 厚 软 硬 都做了大量的测试 有一个镜头是无腰 身后脱一块皮 这个皮的在水里面 飘动了这个质感 单独这种皮 我们就改了多次 就是把剧场的 一个写意的东西结合 对这个阴密往直到腰 我觉得开心的人 其实都是非常幸福的 比如说晃屏 难度太大了 我在拍手的过程里面 做了四次的测试 哪些用太阳化妆完成 哪些用电脑通机来完成 这些用电脑通机来完成 这些用电脑通机来完成 技术的测试 技术的测试 换皮肤 也应该在水下 并永远思维 一样是很运人的 也应该是幸运人的 因为整个换皮 拍两个礼拜 包括水下的一些测试 在水里面 真的泡了差不多半个月吧 这个水中很美 我希望能拍到一个 这两个女性角色 最美美和最性感的画面 两个女子女学 互相的交换 热是有一颗最真伟的心 一热是有时常最美的美好 真心相通 有到一颗心 成为人 要和人命为敬礼 出在一起 这个故事更加有意思 整个团队的 统一的美学标准 统一的制作要求 我们真的试图了 捉拥有现实性的 性格 我相信画面会 很大程度的震惊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